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原本420升v8双国人增加发动机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的增加了套48伏轻混系统 最大功率达到600马力风车扭矩800能力 百公里加速3.6秒 强悍的动力让你足以傲视马路上任何一位挑衅你的自大选手 大家都说之前的R16是半猪吃老虎 俗话说吃啥不啥老虎吃多了自然自己也变成了虎 全新R16与低调二字再无关系 你看这愤怒的前面凶狠的LED大灯 帅气的宽体套件 锋利的车身走件 全身上下可谓是杀气腾腾 不过这曲折的后包围似乎有些用力过猛了 外表夸张但内在低调 奥迪加族最新的三瓶内饰配合真皮运动座椅 让你感受到冲突的科技感和豪华感 后备箱常规容积565升 后排座椅放倒后1680升 跑得快只是它的一项优点 装得多更是它的过人之处 前八缸车平时代步 太费油不存在 R16自带B缸技术 低功况时八缸变四缸 48伏轻混系统更是支持最长40秒的熄火滑行 Quartro机械式四驱系统再次升级 常规动力分配前后40比60 可选装后桥运动插速器和动态全轮转向系统 全新RS6弯道更快 直线更猛 油耗也不会太高 这样的真相产物 除了价格 似乎也没有什么聚血探流了 每个男孩都生来喜欢速度 这种能唤醒我们的热情 激发荷尔蒙的事物 无时无刻都在撩动着那个不甘频繁的内心 而高性能的旅行车 更是在追求速度的基础上 给予你舒适宽敞的乘坐空间 和高度便利的载物表现 有趣的事物有很多种 但是能面面俱到的屈指可数 而Asno Avant恰好就是这种少数派 它能满足你R10对速度的渴望 也能契合你对美好生活的畅想 它是一位灵魂伴侣 与你心灵相惜一起相投 它是一个精神图腾 给你动力希望 伴你成长 而一个男人对车的需求 也莫过于这样 八面威风的外观 一把山系的动力 能在妻儿的空间 舍我骑谁的气势 有君如此 夫妇何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